欢迎大家进入 万万没想到环节 这人啊 一上了年纪 腰也酸 腿也疼 脑子还总记不住词 下一句要说什么来着 哦 下一句要说呀 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哎 您先猜猜 我这坐着旁边放一张桌子 跟我们接下来这位嘉宾 他的展示内容有关系 古董鉴定师 那应该背一把锤子呀 看夕阳运 那应该 应该有一个东西摆在这 万万没想到 一定要放开脑洞 刚才戴卫老师说 眼花呀什么动不了啊 就上来一个人 然后站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一百个后空翻 万万没想到 一个体操运动员 如果真是这个 邀请潮汐老师上台 去让人教一下呢 我同意你的建议 一会儿要让潮汐到台上 来体验一下 我们展示嘉宾展示的内容 怕镯子受不了 行了 咱也别猜了啊 来 掌声请出 我们的展示嘉宾 丁友毅 掌声欢迎 丁老师 您好 那是企业家 帅哥企业家 美女企业家 你们好 不是 看这体型 也不像是后空翻的 可能我猜错了 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绝活 您找了个万万没想到啊 怎么一个万万没想到 其实呢我也不想让你们猜 猜呢 很累 是不是啊 那我就这样吧 不要猜了 我直接给您展示 可以吧 好好好 那您这是到底要干嘛呀 哇 杂技啊 哇 这个太厉害了 哎呦 好厉害 大老师 你坐上去吧 我 我上不去呀 大老师 你等会儿一定要邀请 曹总上台来表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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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展示的是您这个牙 是吧 对 牙 牙齿特别好 牙好 牙好 对 我还有一个动作 还有一个动作 对 我顶着一条腿 有掌声吗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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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您还能一般这个能顶多少时间啊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计算过 您的牙是真牙还是假牙吗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 雅院老师太单纯了啊 我感觉我这是真牙 我不是假牙 主持人 因为这个这个呢 我我呢号称呢叫万能顶 万能顶 对 我啥都可以顶 这个椅子有点小 咱们换个大的 好不好 好 来 请我这助手 这个还算小 这个小了 今天我来试一试啊 这个道具呢不是我带过来的啊 是你们那个台里面的 我来把这个桌子看看 能不能给它放上去 能不能给它点起来 您要顶这个桌子 对 真要展示 是 掌声 这位企业家掌声滚下来 来 助理啊 桌子大概有多重啊这桌子 我不知道 我没有试过 这是石木的桌子是吗 你看 这这丁老师 好好好 感谢丁老师来到非你莫属啊 好 没有没有我还没展示呢 别别别 不不不不 别别别 拜托拜托拜托 让我展示一下 让我在企业家的面前展示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好 来 这真是一个石木家具 这个 潮汐在哪儿 我可以帮忙 小心点 小心点 这个 既考验平衡 又考验牙口 中国好钢牙 好棒 很平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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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看丁老师您这颗牙 哎呀 有大金牙吗 没有 这牙都挺好的 辛苦了辛苦了 我觉得人家这个牙得专门买保险 对对对专门买保险 是吧 不辛苦啊 你先传传 你先传传 没事没事 你先跟他们你先跟他们比划比划 不用传了 不用传了 这个桌子真有那么沉吗 是您演表演的还是真的有那么沉 能不能伸起来群姐去试一下吗 让群姐过来 李群你到台上来 咱俩抬一下 咱俩抬一下 好吧 我喊一二啊 别撑着腰啊 一二 还挺重的吧 群姐你一个人能暴动吗 哇那么沉啊 哇 哇好沉啊 好好好 先向他回去啊 挺沉的 不是眼的 是石木的 就我想问您一下啊 嗯 我 你们刚才看着他顶 我看的是他腿 你练过武术吧 嗯 练过 他下盘 巨稳 他有口气 对他特别下盘特别稳 反正练了时间不久 练了多少年 练了两年多嘛 不短了啊 对 我先问你啊 除了桌子和刚才那把椅子 你还顶过别的什么 嗯 你说现场呢 有好多东西我都可以顶 嗯 这样吧 咱们那个 现在我再让我们的助手 帮我把道具带上来 哦 这是顶 这是一些重量型的啊 接下来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技巧型的 好不好 好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 看一下 这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小物件啊 对 是的 有饭勺有铲子 这是个 那是鱼杆 这是个啥呀 您自制的吧 这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有道具都是您自制的 对 都我自己做的 对 我先展示一个啊 先来展示一个吧 小物件啊 我看怎么顶 好嘞 这回没用牙 这回改用鼻子顶 好 对 这个节目叫叮了耳顶一切 飞碟 对 这个好难掌握平衡 哇 还能转啊 这个好厉害 这个太难了 太牛了 对 因为它容易转天 对 真棒啊 这就是您说的小物件 这也是小物件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万能顶的 就是说这话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我小时候啊 因为那时候成绩也不好 哎 就下来就想去打工 我去打了两个月的工 就挣了200块 我现在对你拼了 就帮我看你 我先看你 我先看你 有什么 我先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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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男的 你试一下 八位 那个尖冲下 来 我点一位企业家上来顶一下 潮汐先生 有请来 还想让我顶 我先让你顶顶试试 来来来 你试试用各个部位 我给你拿着话筒 各个部位 行吗 再试试啊 进步很大 你头再往后一点 汐哥 你等一下 你把鼻子捏一下 捏一下鼻子 你撒手 我撒手了 不行 你这根本不行 要不你这样 你把嘴张开 你把它吞下去 看着挺简单的 但实际上挺难 你很难把握他的重心 重心找不好 找不到 就特别难 来 我们请丁老师来给现场展示一下 来 丁老师 展示一下 你看 站好 然后直接拿起来 然后朝上 朝鼻子上 来 人家真是尖重架 可以吗 你再试一下 来 你拿包件 好嘞 我试试 我试试 还真是头重下 这个确实很难 就是看着很简单 但是要想操作起来特别难 好 感谢朝希 谢谢 我说像我们练这一块的 可能就是练的小物件的还好一点 特别练的大物件的话 就是最容易受伤的 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2016年8月13 还有两天就过中秋节了 就是那时候我顶我们在农村 那个就是坝地的那种坝 大木坝上面有好多大贴尺子 但我把它顶起来之后 因为坝上面有陈灰 灰落下来了 掉在我的眼睛 眼睛当时的眼睛闭上看不到了 然后刷了一下子 那个坝 当时我封了不是八点 医生给我封好之后 医生说你再晚来两分钟 你这命就没了 然后我想象 还有两天就过十五了 然后我想象我得要回家 我要给医院院长 我请示 我说我要出院 院长说你这孩子 你不想好了 你要出院 你为什么要出院 我说我在这医院待着 家里没人照顾我 然后呢 因为我妈妈那个身体不好 因为脑蟹痠嘛 也还需要我爸爸照顾她 但是我爸爸年龄大了 我孩子呢 跟我 跟我在县城上学 然后呢 在家 就他一个人在家 那时候演出呢 离我家也很远 有二百里路 然后医生说啥 也不让我走 后来我硬 就算我 就算没跪着求他了 后来他也听我那么讲 他那行 那你回去吧 回去要注意安全 但是那一点 你得要给我写个签字 如果你出了医院之后 给我们医院 无论出什么事 给我们医院 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可以 本来两个时的路程 我开了 接近五个小时 五个时的时间 干到家 因为那时候 讲实话 因为我是 我是个单身家庭嘛 因为我带 我给我孩子妈 离婚十 今年是十二年了 一直都是我一个年 把孩子带着大 您平时有这个 主要的收入来源吗 我就是以演出为主 大大小小 现在演了多少场了 你说从我进入这一块是吧 对 这个我没有算过 大概几千场有 第一次赚的钱多少 还记得吗 赚的第一笔钱 赚这个也就是几百块钱吧 三百块钱 一般都什么场合演出啊 也就是婚庆 婚庆场 婚庆场 你给人演顶这个 不是顶这个 反正好多 我会顶的可多了 丁老师 刚刚看您受伤的经历 我特别感触 因为我自己是个医生出身 就之前我们其实是 了解过 就关于我们人类的牙齿 到底承重量是多少 其实这个承重力 我们测过那个 液压机的那个 一个测试 就两个液压机 中间是人类的牙齿 最高呢 是承重285公斤 其实超过大家想象 它承重能力非常强的 到600公斤的时候 它就粉碎了 就如果后面 还要持续有这种演出的话 我觉得在之前 要测一下的重量 然后才是咱们人体 通过其他的平衡力啊 等等来支撑这个东西 没错 提醒得特别好 对 感谢 感谢 就是您这个 现在总顶这个东西 毕竟这东西 也是个体力活 大伙说呢 是吧 对 是的 也考虑到年龄的因素 你这个没考虑过转型吗 咱将来转转 咱别总顶这么重的东西 对 考虑过了 这次之前做一些 都是比较有重量型的 一些物件啊 去表演 我现在都是展示表演的呢 都是转型到 比较技巧性的 小型的 看着很小 但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一些表演 那除了刚才 给我们展示的这些 这几个物件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啊 好吧 好 可以的 这是我制作的小木柜 哦 我把这个 这是一个小鱼 也是我自己用小刀 刻的一个小鱼 然后呢 我把这个盘子放上去 在这个小鱼的身上 游起来 在空中游起来啊 怎么游啊 这个比顶桌子好看多了 因为它好玩啊 对而且有趣味性 这个是刺激 其实呢 我不光光在这个 小技巧性上面 有所表现啊 我还有 我自己还研发了 一个节目 哦 这就是这个鱼竿 我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 我这样抽着抽着鱼竿 哎 这个鱼竿上了一条鱼 然后我这么说 说不回来 我就想这个鱼竿啊 它这个街头 就像那种 有种那个螺丝那种形式 一走一下 它就回不来了 我就想这个球 如果放到鱼竿上转 它不是很有震撼力吗 所以我就 我就这样一想之后呢 我就回来家练 也练了练了好多年 我终于把这个节目 给它练出来了 今天我在这个现场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来掌声欢迎 鱼竿不短吧 一般都挺长的 这个鱼竿是几米 五米多的 我我以为就这一根 就这一节呢 没想到它往身上去啊 哇 这像海豚表演啊 还有震撼力了 我都看不见那个球了 天呐 太棒了 哇 这怎么下了 这个 这个 哇 哎呀 哇 这个太棒了 太棒了 哎 丁老师 哎 您这节目太成功了 但是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您这个最高能多高 十五米的鱼竿 这个鱼竿比较短 因为这个舞台的高度有限 要不咱们能不能 给导演说一下 咱们到户外 去户外去 对 可以吗 没问题 真的 我同意 我跟导演说 来 接下来 我们到录制现场之外 找一个相对来说 适合他表演的场地 让我们的丁友谊老师 来挑战一下 他今天究竟能用 多高的鱼竿来顶这个篮球 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竿子到底多长啊 好 原来看 是 你 已经大概看懂了 丁老师 就您顶的这个所有东西 包括那个高度 您是对这个有重量的东西 可能您的平衡力特别好 我现在想反过来问 如果这东西特别轻 比如就一张纸 就是您能给它顶起来吗 但是我 A4纸 但是我没有试过见你说了 我想挑战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一张 A4纸 来 余欣 这已经不是 你要叫她顶纸 不是平衡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了 我就是要打破她这个平衡吗 因为之前我觉得 她是用平衡感来操作这个 不是 那她这个肯定 这个空气动力学 她没法掌握 管她什么动力学呢 我们顶一个吗 你好坏 看热闹不嫌事大 太神奇了 厉害 丁老师 从此诞生了顶纸艺术 行 行 行 来 你把纸拿过来 我看出来了 你当我没看出来 看出啥了 雨昕是托 我马上就看经纪人了 我刚把约给签了 怎么 怎么 这也有重量 这也有重量 这多少 你告诉我 才有多少公斤 你别管多少重量 这鞋是字 这有知识的力量 这有知识的重量 我想问问你们主持人 你到底啥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 丢面子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哪能 哪能这么容易被你猜出来呢 其实就想看你出丑 行 开个玩笑啊 面筋纸 你能顶吗 面筋纸 你能顶吗 面筋纸 你能顶吗 你们说我能不能 能 不 不 半能顶 什么都能顶 来吧 你确定啊 确定来吧 来 这面筋纸啊 我 我来验证一下啊 然后再让它顶 没有什么加层吧 别跟那个折纸那流通 那中间是铝骨 没有 你选一张 你随便给 我还随便给 来 给你这张 就是刚才那张啊 来 龙选风 这会儿空气动力学 肯定会起作用了 我觉得这个 太为难了 这个肯定不行了 因为他根本立不住 怎么样 怎么样 不行了吧 好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球 等一下 给点掌声 不能救面呢 是不是 这么圆路 来 哪能救面呢 我就不信你能成 真的 我真不信 他再折两下的话 哇 哇 可以 可以 虽然就得一下子 陈老师 啊 我为我刚才的草率 向您道歉 真没想到 您功夫这么深 连面筋纸都能顶下来 谢谢 下一个我想让您顶一根头发丝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我头发比较少 就别从我头上好 咱就不尝试了 就到此为止吧 行吗 也感谢你给我这次挑战的机会 谢谢 也感谢您啊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绝活 合文看完以后 玩平衡 你们瑜伽也讲究平衡 是的 非常棒 而且我觉得你有这么多的绝活 你可以把你这个项目传承下去 让大家学会这个平衡的技术 您在平衡上还有力量 特别棒 是的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他只是有力量 是鲁夫 后来发现技巧非常非常多 超级棒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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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企业家 谢谢啊 您在安徽当地 是不是也算是大小一名人了 没有 没有 算不上 算不上 其实呢 我这些年的努力 得到了我们安徽省委政府宣传部 给我颁发了一个证书 是安徽乡村文化带头人 然后呢 也在我们安徽那边 也号称安徽七人称号 我也经常参加我们一些公益演出 就在去 在2018年的时候 我参加的是 那个我们奔姆市有一个爱心 爱心协会嘛 然后到我们力我加油 接近200多公里 200多公里参加一个 给留守儿童送书包 送文具 送桌子这一类的 然后我去现场跟他们做表演 小朋友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特别棒 叔叔你好棒 收图了吗 我有八个徒弟 现在就主要就靠表演 主要靠表演 然后我在今年的那个 武端 端午节嘛 然后给我也参加了一个活动嘛 就是爱心活动嘛 就是给那个建筑工人 环卫工 给他们送粽子 给他们做表演 对 我经常做的爱心工艺嘛 您要是说靠这个赚钱 您是养家糊口 但是没办法 但是您要说把自己这本事去做工艺 哎 我对您是刮目相看的 谢谢 您说了这么多 嗯 刚才说 小朋友们都说 叔叔您特别棒好棒 你的孩子怎么看待你这一身绝活 其实我走到现在呢 我也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我家孩子 我家孩子呢 给我的支持的力量是很大的 必定呢 我们是单身家庭 因为我带着孩子一起过日子 由于从来 我孩子在电视上看到 看到别的 别人在电视上 别演这个节目 唱歌呀 演杂技呀 我孩子就跟我说 他爸 他说你看 电视上那些人表演 和你表演都差不多 还有的没理解的好的 他们能上电视 你能不能上电视 我当时听他这样说 我心里就想 哎呀我能不能上电视啊 我也想上电视 可以 但是你必须 你的技术过硬 你才能上 你没有技术 没有相当的技术 你是上不了的 我听他这样讲 听他这样也说 我就在家了 就是用心的练 下功务去练 练了一身绝活 我才有机会上电视嘛 在一次上过电视之后 我让孩子 你看我上电视了 我孩子还给我上大幕子 爸你真棒 他说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所以说呢 我就在想 所有无论大人 还是小孩 这种梦想 咱们一定要坚持 我相信坚持就能成功 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家儿子叫丁浩南 今年15岁了 这次知道来参加 《非你莫属录制》吗 他知道 刚才还给我通电话呢 他说我爸你现在 是不是到电视台了 我说是的 加油啊一定加油 我想你放心了 我绝对加油 嗯 那你现在要不要 在节目里跟儿子说两句话 我的儿子丁浩南 我希望你在电视上 能看到我再跟你说话 我也非常感谢 这么些年你对我的支持 对我事业上表演上 给我这么大的鼓励 我能走到现在 都是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能好好学习 成为国家动量灵彩 我希望你加油 我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 我希望你们有梦想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去努力 风雨过后就是彩虹 加油 就能成功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啊 我们是孩子的榜样 但有些时候 孩子恰恰是我们成年人 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动力 我在这儿也想通过 我们这期节目 跟丁有益的儿子浩南 说两句 你老爸特别棒 我希望今天 你以有这样一个 有绝活的奇人爸爸为荣 我也特别希望 将来的某一天 你父亲 能以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好吧 好 谢谢大卫老师 谢谢丁有益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您带来的绝活展示 感谢您 再见